中国界选不间断 气球卫星样样来 再加上ECFA对台关税 减让的早收清单 影响会有多大 国家级乌龙简讯连发 卫星竟然变飞弹 关键权责到底是谁 还原十四分钟决策过程 捲钱黄金七十二小时 国民党两岸路线却爆内后吗 马英九受访称 相信习近平 侯友宜该如何接招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民间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全台车队扫街挺进中张苗 一天横跨三个县市 跑了九个选区 旋风市的扫街 有支持者开心到冲破管制线 抢着握手 维安远景一度还hold不住了 那么晚上还有两场造势 都在中台湾 要抢攻台湾的摇摆 现实选票 全力争取支持 支持者看到赖清德的车队就像追星一样 一群人冲过管制线蜂涌而上 争先恐后抢握手 维护秩序的远景根本来不及hold住场面 有民众兴奋到追着车子跑 还有人拉布条相挺 赖清德旋风市扫街席转台中 一连跑了五个选区 不过脸上人未露疲态 除了握手急掌还加码比爱心 回应热情民众 选战倒数七十二小时 赖清德每日行程满档 一天横跨三个县市 从彰化台中再到苗栗扫街 总共九个选区 晚上还有两场大型造势晚会 统统都在中台湾 就是要全力争取支持 今天晚上也会在彰化和苗栗 举办大型的造势晚会 对中台湾进一步的号召 父老乡亲礼拜六一定要出来投票 用神圣的选票 守护台湾的民主 因为如果让中国介入成功 台湾的民主就荡然无存 同时我们未来选的 就不再是总统 而只是特首而已 忧心中国借选赖清德不断喊话 要民众用选票守护台湾民主 全台车嫂即将进入尾声 后两天要回访北部孤首 为选战最后一里路 画下完美句点 近期视频参团赖文中赵志玲 台中赵华报导 刚刚有提到赖清德晚间在苗栗造势 虽然户外只有12度很低温了 但是现场还是涌入了数万名的支持者力挺 赖清德强调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嚇 要用选票来展现台湾的民主价值 所以台湾到底是要走向未来 还是要走回过去 是要迎向世界 还是要锁进中国 是要坚持守护民主价值 还是向威权专制低头 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大家说对不对 今天可能大家都有注意到 马英九前总统接受德国媒体专访 马英九前总统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 要相信习近平 在访谈当中 马英九前总统 还不断的强调 两岸的关系要回到 九二共事的基础上 请问 大家要相信习近平吗 大家是要相信自己 相信台湾还是要相信习近平 相信自己 道理很清楚吗 而且九二共事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多次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走向一国两制 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今天一整天的败票行程 也是满党 他锁定的是南台湾 一路从嘉义南下台南 再到高雄 一连赶了七个行程 沿路也有不少支持者 热情相挺 还有人大方告白 都让他相当感动 而肖美琴这样发挥 战猫精神车嫂南台湾 就仿佛巡回败票 要守住民进党的本命区 我也是台南的女儿 今天回来台南 绿绿松点一下 谢谢你们还在 感谢你们全的支持 守护着胸口 争执喊话 更称自己是台南的女儿 上面秦十号南下浮选 南台湾跑透透 场面热闹 不止大批人潮 到场力挺 还有支持者大声告白 一句句我爱你 此起彼落 沿路长长的人龙 还有各式卡片气球 台南乡亲的热情 骚美琴全都收到了 温馨画面还有和团队 抱在一起用台语祷告 前程祈求 希望选情能够有好结果 就能一旁的牧师 也忍不住默默流泪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纪念品 要分给今天有来的乡亲 就是我们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的口罩 不知台南乡亲 高雄的选民也都要照顾到 少美琴十号南台湾巡回 拜票三线市走好走满 一天猛感气场行程 除了场面温馨 少美琴也展现活泼俏皮的一面 你看这个又鱼又猫 这是赞猫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猫爪 蔡逸于送上猫咪玩偶 只见猫奴小美琴笑得何不拢嘴 加一扫尖时 更戴上猫耳朵法 哭发挥战猫精神 帮忙助选拉票 替绿营选钱冲刺 最后一里路 金新闻综合报导 选战最后 蓝白气宝也都在下猛药了 侯友宜直接喊出选后 蓝白共治 组联合政府 前副总统相反常 今天甚至在三大报 买了全版广告 诉求选票不要白头 而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则是看准国民党中央 为靖柯令开了绿灯 前天录影 录影片停了两位台中立委候选人之后 今天又再释出了 他支持国民党板桥西区候选人 林国春的影像 柯文哲酸溜溜的说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母鸡不够强 欢向志工围裙化身训犬师 来到宠物园区 赵绍康遛狗训练 仰仰来 聊起爱犬赵无极 更是画匣子大开 同贵宾跟人很亲近的 喜欢跟人在一起 我每次吃东西 同贵的很快乐 不让绿营猫狗派抢风头 同为狗派的赵绍康 不只要抢公司主票 更要抢科票 气宝站白热化 前副总统肖万长 一口气买下三大报纸头版 用中华民国国旗的红色和白色填满空白 要大家集中支持侯友宜别白头 说不操作气宝的侯友宜也急了 九号晚间嘉义造势 更说结合蓝白共治 才能够完成政党轮替 不满国民党气宝下猛药 柯文哲找到破口 让国民党嫌内乱 即前一天柯文哲替国民党台中两位立委 候选人录影片之后 国民党为敬柯令开了绿灯 而这骨牌效应已经来到新北市 应该可以帮忙就帮忙 其实这也是一样 这个叫市场的实力原则 就是说对国民党的小机们来讲 他要找比较强的母亲来帮他 黄金七十二小时 蓝白阵营尬气宝进入嘴高潮 不过柯文哲在中台湾 进行了几次大型造势之后 现在他回访北台湾 一整天车队横扫宜兰 新北跟基隆 那到宜兰呢 因为民众不怎么热情 柯文哲还有点气愤的说 宜兰是负面选举最多的地方 那么面对党内持续爆出内讧 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点名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说他不应该擅自的对媒体开洽 这样乱开地图炮 只会往败选的悬崖冲去 那柯文哲缓霞说 黄珊珊讲的都是台湾 需要面对的问题 柯文哲车队早接 遇到民众比抖赞 一早的宜兰 选民反应不如南部热情 让柯文哲有点焦虑 召集跟自己的小草群喊话 下午采见侯友宜本命去新北 有支持者自主贪食蛇车队 还有青蛙 可达鸭 紧紧爱相随 柯文哲才笑开怀 毕竟回访北台湾 可不能闹起 竟然侯友宜高喊不头白 你抢我柯粉 那我就抢你的韩粉 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 忠贞的国民党员 所以他有时候要配合演出 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明白讲 你在台上讲的 跟你私底下讲的完全不一样 还得再加码 请勒锅粉 国民党在情绪的手套 我都觉得不对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的话 好 何必去为难别人 想分化泛滥 办意内部却先失火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点名黄珊珊 别再带队开地土炮 否则只会朝败选的悬崖冲去 选情比较不利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反省 到底我们哪些还做得不好 我不认为是内斗 我觉得这是一种反省 柯文哲对抗蓝绿 却没想到白色先分裂 这新闻里 那些满凯采访报道 民众党在星期五十二号选前之夜 将要在台北凯道登场 那民进党抢先一天 明天就要先上凯道造势了 今年包括竞选总干事潘沐安 先开记者会要选民站出来 总统蔡英文也用影片 要大家一起上凯道护国 这让隔一天选前之夜 要上凯道的民众党酸溜溜的说 请民进党要准时的拆完舞台 交还路权 四年前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 选前之夜成功吸引破万支持者 涌进凯道 顺利以八百一十七万票 赢得胜利 更设下蔡英文障碍 接棒的赖清德 没抢到选前之夜的路权 决定提早一天重现凯道 选选密碼 十一号的团结护国之夜 十二号的选前两天都是 我们的选前之夜 是迎向胜利之夜 十二号在板桥的第二运动场 关键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也发动员令 服选影片诉求民主 不走回头路 要拉台派通通站出来 一月十一号的晚上六点 大家提早来入座 才能够抢得摇滚区的好位置 大家一起在凯道相会 赖清德大造势锁定双北 一月十一号凯道站出来 一月十二号选前之夜 遗失新北版二运动场 也是因为选前之夜凯道路权 被民众打整碗棒去 三年多前 美国前总统川普竞选连任 当时运用三百六十度 环绕大小舞台 集聚林长坎设计 拿下选前之夜 凯道路权的民众党将仿效 让科粉更贴近 不过舞台延伸 让科文哲走入小草心中 舞台的设计跟规划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可能沿用 呼吁民进党 在十二号准时交还凯道的场地 不要在对外放假消息 他用做怎样的设计我们尊重 这是他的家务事 每个人都比创意 比各种 那我想我们尊重 周四周五绿白 接棒上凯道 力拼得凯道者 得天下 那么两岸关系呢 是这一次总统大选 非常重要的关键议题 那么当然 其实在每一次大选都很重要 那这一次呢 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贺 仍然也在持续 而其中有一环 永远是经济手段 先是对台贸易壁垒展开调查 然后呢又选在选前一天要公布结果 最后变成提前了 距离大选不到一个月 说台湾已经构成了贸易壁垒 所以要终止EGFA十二项产品的关税减让 而现在中国更进一步要采取终止更多EGFA的早期收获 不过其实以2022年台湾跟EGFA早收清单 有关的这个金额呢 商品金额只有205亿的美元 占2022年台湾出口到中国的比重 大约是百分之十一 而台湾半导体组关的 相关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出口是1160亿美元 占比高达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八 而EGFA早收清单保护下的产业 都是中国自己已经大规模量产的产业 像是石化 钢铁 金属 机械 水泥等等 其实呢 已经也笼罩在中国的杀价竞争中了 而像是至于近年感受最强烈的纺织业 它的早收商品出口到中国的金额 在2022年是10.3亿美元 比2021年还要再衰退百分之十四点四 那在台湾比较有竞争力的纺织业者 其实早就已经移转生产基地了 像是成一的如虹 巨洋都会是显著的例子 而过去三十年台商 依赖中国的生产模式也早就已经改变 反而是在电子供应链 中国是非常仰赖台湾的 所以台湾大选倒数时刻 中国商务部就再出手 经济部跟台厂的机械业者都强调 其实产业早就已经进行分散风险 所以目前评估影响有限 说白了就是针对民进党 台湾大选最后倒数 中国商务部再出手 预告正研究终止 F早收清单中 农鱼 机械 汽车零件 纺织等产品 关税减让措施 中国升高经贸压力 试图已伤甘震 外交部也表达强烈不满与谴责 至于台湾产业 究竟会受到多大冲击 以机械业来说 去年一到十一月 机械对中国出口 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五下降 到百分之二十四 市场主要转到美国 日本欧洲 机械工会更透露 其实第一时间 中国机械业者就已经主动联系 他们会跟机械工会 站在同一个立场 向大陆的国台办 跟这个商务部反映 说这个机械业的 这个ECFA的关税的减免 不可以剔除 经济不统计 去年ECFA早收清单项目 出口中国金额 只有一百五十亿美金 跟ECFA生效之前 差不多 台湾经济逐年 降低对中国依赖 现在中国再拿 台湾经济出手 警告一位 恐怕比实际效益还大 新新闻众报道 二零二四大选前夕 中国的干预铺天盖地 又是空飘气球 又是刚刚提到的 缩减ECFA关税优惠 这一个又一个的动作 凸显的是什么 该如何解读中国对台政局 和经贸的策略运作 两岸的节有解吗 来听专家怎么说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现在中国大陆做法 不只对台湾 他们对全球都是 国家对企业 他不是国家对国家的 贸易壁垒调查或反倾向 而是针对个别企业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 对个别企业当然是绝对的伤害 对台湾总体贸易可能影响有限 可是对于每个企业是绝对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去运作个别企业的损伤 这就回到另外一个认知作战的部分 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问题还是在于政治 那对于说台湾进口方面的话 现在会变得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是 中国大陆在施压我们就开放 是不是变成我们在比较软弱 所以政府会有它的节奏 说每年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在固定在检讨 所以说明新政府上来或明年 我们会针对新的一波进行检讨 而不会因为刚好这个时机 中共施压我们就退让 这会给予民众乃至于中共 乃至于全球一个误判 我想北京方面当然面对这次选举 它的界定就是一种战争跟和平 繁荣跟衰退的道路选择 跟前景的抉择 所以说北京在选前 这些不管是我们讲文攻 武贺 经贸上采取必要的作为 我相信它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首先是对中国大陆内部要有所交代 因为北京认为说这种两岸关系 它一贯强调说 牢牢掌握主导权跟主动权 怎么没有采取必要的作法来凸显呢 所以相当大一部分 它是想要对内部有所交代 那第二个 它当然想要对外有所宣示 那对台也有所警示 这也是为什么它 你可以看到说 从4月12号它宣布 对台湾启动贸易壁垒之后 然后它在严格党第一阶段在10月12号 它并没有进一步的公布 为什么 因为10月12号候选人在哪里都还不是很清楚 它是选择在台湾大选前 大概将近三个 一个月前来公布贸易壁垒成立 在选择公布之后 在选择三个礼拜之内 来所谓的针对ECFA早收清单的实话产业 在选择针对四天前 也是放出说 也会针对其他的这样一个融鱼产品跟纺织 乃至于汽车零配件 来进行这样一个必要的盘点跟盘整 那这次做法当然都是北京方面 想要表达它的一些政治的意图 空飘气球的方式 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们连结到 这个去年 美国天空中也有出现中国大陆气球 最后这个气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它可能有这个监测这个气象的作用 那可能也有情报收集的作用 那当然它是相对是比较柔性的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些做法 它采取的是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做法 那么不要造成这个太硬性的 比如说我说今天它采取这个军机绕台 那军舰绕岛巡航 那飞弹四射 这种方式过去在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 那么已经发生过了 反而都是助长对执政党是有利的 那现在用气球的方式都相对是比较柔性 那或者是无人机等等 这次是相对是柔性的 刚刚我们有提到呢 柯文哲现在回访北台湾 今天晚上还跟副手吴欣盈 来到了基隆国门广场开甲 呼吁选民总统大选跟政党票 支持民众党来看现场的情形 再来就很快速跟他分享说呢 其实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呢 有看到国家的一级机关 其实是用最传统的纸本签到 我的立法院还是有毛笔字验台跟我们签到 OK 都没办法电子签张 OK 所以我在业界服务超过了20年 也发现到民间的企业转积非常的快 那像我们的电子签张法 其实在国家已经漫了20年了 20年没有更正过 那其实所以说我在 就像这个电子签张 还有我们这个IT跟OT 资讯安全的这些办法呢 我们在民众党也有提出一些版本 那其实我们这个做这个IT 就是硬体 台湾的半导体硬体很强 可是我们的OT 这个软体的部分就比较弱 所以说资讯安全没有主要管理好 我常常讲说 国家的人请三 请丁头没亲口 你的硬体做好 软体没有做到 是很危险的 那所以说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导致 我们的政府机关的这个资料 资料外泄 同时变成台湾变成沦落到诈骗之导 那所以说其实我也主张说 台湾必须跟国际接轨 比如说这个欧盟的各自管理 GDPR 这个修法我们自己台湾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被人家邀请 我们不需要参加什么组织 我们自己只要修法 我们可以成为亚洲 日本跟韩国以外 第三个导入这个欧盟各自法的 这个国家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变成说人民变成你自己资料的主人 昨天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因为在英文翻译 误把卫星写成飞弹 引发恐慌 外界检讨生四起 稍后我们会为您详细还原 整个警报发布的决策过程 选战倒数七十二小时 敏感时机 中国的一举移动都备受关注 昨天下午中国发射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因为轨道偏离了 本来应该是虚线这一条 后来走红线这一条 经过了我国台南跟台东的上空 引发了国家级警报大响 但是却因为英文的用词不精准 把卫星说成了飞弹 引发哗然 国防部更为此道歉 而其实在距离发射卫星时间 不到一个小时 又有一枚中国的空飘气球 逾越了海峡中线 从路径图也可以看到 它是贯穿了南台湾 另外昨天上午六点到今天早上六点 更是争获了共机八架次 其中有一架次是逾越了海峡中线 还有共舰五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 从共机共舰的侵扰 到近期这么多个空飘气球贯穿台湾 再到频繁的发射卫星 而且根据公开的资讯显示 明天中国还有两次火箭发射任务 这会不会再引发台海紧张呢 昨天下午的警报引发恐慌 其实正面来看 国军是很及时的掌握了解放军的动向 那真正关键的错误就在于 这个警报当中呢 英文把卫星写成了飞弹 所以才让外界有检讨的声浪 而还原整个警报发布的过程 其实从监测计算到发现他摄像偏离 大约只有十四分钟的决策过程 那么负责决定要不要启动这个预警系统的 是一位空座部的指挥官 他真正能够判断的时间 其实只有数十秒而已 国安部也申报抱歉 Satellite Band Missile 卫星变成飞弹 24小时之内国防部两度说会检讨 关于警报讯息的英文用语 目前也已经由相关单位 全面的做检讨修正 悬前敏感时刻警报大响 响出防空警报的SOP有漏洞 国防部表示考量敌情威胁时 孝信按国军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由空座部指挥官于发生异常状况时 事实公布 他就是现任空座部指挥官 黄志伟中将 还原空座部九号下午三点零三分 侦获中国西舱卫星发射长征型卫星火箭 原定飞航路径 预计穿越台湾西南空域 但途中经湖南撑州时 发现轨迹异常 摄像偏离 火箭将进入航空识别区 及台东和台南上空 我方与友方分析方向计算飞行航线 判定为异常 同时十多秒之间 军方无法确保卫星助推火箭 会不会掉落在台湾本岛或海上作业船只 因此才决定大胆启用空中预警系统 不过他是经过防空识别区 跟领空的上方五百公里 那这个部分将来在这个作业规范上 应该要采取资讯透明 哪些是当直接发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哪些是事后用新闻稿说明 我想未来这个部分 国防部可以来检讨 本来能证明我军有能力 精准掌握对岸一举一动 国防部却先败在英文不好 让飞弹警报成了乌龙一场 靳新闻最后报道 国家级警报简讯 本来应该是利益良善 但为什么会被骂得这么惨 我们先来厘清决定发警报的原因 有人推测这是20022年8月的时候 国防部就被质疑过了 当时裴洛西访台 中共环台军演发射了11枚飞弹 其中有4枚飞过了台湾本岛的上空 但是当时国防部呢 有很多的顾虑就没有发布 结果事发之后是日本公布了 有飞弹飞越台湾本岛 舆论哗然 所以军方就有一个内部的检讨 定好了一个发布警告的相关准则 就是决定了 以后只要飞弹飞越北岛上空 就一定会主动发布讯息 那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 就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或许就是因为记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所以这一次他紧急的通知国防部之后 就启动了灾防中心既有的防空飞弹 告警系统发布警报 照理来说应该很值得称赞 速度很快 但为什么这么糗 因为警报内容里中文是卫星 但英文却是飞弹 反而造成了社会纷扰 虽然第一时间总统蔡英文 正在高雄助选 她说那是卫星不是飞弹 但是国防部迟了一个多小时 才发了新闻稿 承认疏忽然后致歉 那么这个新闻稿交代了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 这个火箭的飞行路径 是飞预警 飞越台湾本岛南部上空 而高度是位于大气层外 第二就是这个简讯的英文用语 是疏忽未同步更新原系统的用词 那么精准表达 非设物是卫星而非飞弹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来看 为什么是飞预警 指挥官发现中共发射卫星的路线轨道 跟本来之前公布 还有我国掌握预判的有落差 而新的路线研判 会飞越台湾南部上空 他们就很担心 因为不是没有潜力 这个火箭呢 或是他的掉落物 会很有可能是落在台湾 所以在通知国防部之后 他就立即启动了灾防中心 既有的一个防空飞弹告警系统 而为了争取时间 通常这样的警报呢 会有一个预设的模组 就好像呢 这个灾防中心或是电视台 在发生地震之前 平常会把内文先写好 那事发之后 快速的更改数字跟地点 这样才能够尽可能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布出去 那么呢 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资料 国家级的这个警报 来自灾防警告的信统呢 总共是有二十三种 像是大雷雨啦 地震啦 海啸警报等等 那么国防部昨天发的 就是这个防空警报 那后面就是 飞弹空袭的意思的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呢 有五种防灾的形态 像是可能飞弹落地了 落海了 或是空中解体等等 那你也会发现所谓的发射卫星 并没有包含在内 但是呢 从国防部争获卫星 到决定发警报 或许国军要做出这个专业决策 跟执行的反应时间 非常非常的短 为了争取时间 他可能只有数十秒 到几分钟而已 忙中出错 其实或许可以理解 但是错了之后 又该有什么样的SOP呢 这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网页 第一时间警报简讯的内容 就像大家收到的一样 中文写卫星 英文写飞弹 但是网页的标题 明明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它一直持续都写中文飞弹 然后图示上呢 也有显示是飞弹空袭防空警报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一直到晚上十点左右 这网站的标题才更改为卫星 简讯的英文呢 改成了运载火界飞行 然后图示也才终于改成了 是防空警报 虽然辅方跟国台办都声明强调 这个卫星发射无关选举 但是今天下午 总统蔡英文到桃园服选的时候 再被问到 她也没有再谈这个警报事件了 只是一再地强调台湾立场 说中国不可以以武力改变现状 是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共识 但是中国预计明天还要再将进行两次火箭发射的任务 而发射预定的路径也曝光了 终于听到爱的告白 而不是前一天的警报大作 总统蔡英文来到桃园服选 蔡英文隔空喊话对岸 就像前一天为民众撑起保护膳 突如其来的全台警报 蔡英文不慌不忙冷静应对 但这一幕却被国民党批评 是神秘的微笑 执意民进党借机大卖芒果干 总统府第一时间声明 是评估国际各有方情资 研判可排除政治企图 国台办也澄清 发射卫星是年度例行安排 与台湾选举无关 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来台后 中国发射飞弹飞越台湾上空 在日本揭露后 国防部IP隐匿 蔡英文当时就要求 未来要公开透明 总统发布国家警报前 你拘情吗 不回应就是不要怕 尽管11号中国又将发射 两次火箭 广州中科宇航将在上午11点55分 执行一箭五星发射任务 另外在下午一点三十分 东方空间科技公司将在 环海禁岸实施发射任务 火箭轨机与台湾都有保持安全距离 国家警报大响 蔡英文用小鹰路线证明 台湾最厉害的武器是选票 金绪环迪国安廷 蔡凡报道 不过警报还是成为了 蓝白攻击民进党的炮火 康文哲今天狂酸 说蔡英文说大家不要害怕 他讲这句话呢 我才害怕 而赵少康也强调裴洛西来台四次飞弹都没警告 所以质疑难道卫星简讯的发送 是政府早有预谋 就算三军统帅要大家不要担心 但国防部卫星飞弹傻傻分不清 还是让蓝白抓住机会炮火猛攻 国防部应该是专家很多了 怎么会把卫星跟飞弹分不清楚呢 这简直是差太远了嘛 根本对台湾的安全是毫无影响 国防部怎么会发错误讯息 说真的啊 还有个真的飞弹打过来 大家是要躲哪里 被批评趁选前借机大卖芒果干 彰化辅选的赖清德也停下脚步 对国防部打五十大半 不管赖清德青上火线怎么说明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晒出梗图 台湾本岛上空出现造型独特的卫星 正是一颗大大芒果 吸引1.5万人朝圣后 加上第一时间不止行政院长陈建仁口误 正在与外媒谈话的外交部长吴周谢 也闹笑话 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 老共发了四次飞弹 结果国防部都没有警告 这是要掀起的 所以早就要沙盘推演 等于蔡英文出卖了整个国防部 蓝英提报 其实二零二二年 佩洛西来台湾 中国就已经发射飞弹 跨越我国上空 却刻意隐瞒 如今卫星经过右风选签 才会发简讯大肆宣传 台湾总统大选星期六就要投票 国际媒体也非常的关注 包括了韩联社日经亚洲都指出年轻选民可能左右大选的结果 而影响他们投票考量的最大因素不再是两岸议题 他们多数人最关心的是经济跟民生问题 特别是洞长的薪资跟住宅 民进党在上届总统大选 打的抗中保台牌 似乎在这届大选退收 路透社记者前进金门 发现不少人就算紧邻中国 也不担心短期内会开战 CNN也采访了十几名二三十岁的台湾人 虽然几乎一致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而非中国人 但影响他们投票考量的最大因素 不再是两岸议题 韩联社和日经亚洲都指出 年轻选民可能左右大选结果 中选会七号公布 政府总统选举人数据 年龄介于二十到三十九岁的年轻选民 有将近六百六十七万人 占整体选民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比六十岁以上的五百二十六万人还要高 而比起现任政府强硬抗中 和中国和平相处可能更吸引年轻选民 两岸政策固然重要 但CNN点出更多年轻选民 更在意经济和民生问题 特别是洞长的薪资 高房价 社会住宅和能源问题 2024大选关键回归到鲜安内 现在任何的外交动作都会被放大解释 台湾中美代表余大雷九号首次会晤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 强生强调美国会帮助台湾 嚇阻中国的武力挑衅 但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却才刚结束 久违的军事对话 美国在敏感时期跟哪一个国家较为友好 恐怕都会被各自解读 台湾总统大选即将迎来终局之战 任何风吹草动都特别被放大解释 2023年12月才刚上任的台湾 驻美代表余大雷 九号首次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 虽然强生并未对台湾大选表达意见 却肯定表示美国将协助捍卫台湾 嚇阻中国的武力挑衅 台湾美国共同友好 中国也不甘示弱 美中军方代表九号在五角大下 才刚结束围棋两天的国防会谈 成为两国过去两年来 最新的军事高层往来 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 更直接对美国大声喊话 针对台湾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全球都在仔细关注 就连中国外交部也有话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但想发表意见的还有日本 日本资民党副主席麻生太郎 8号在国政报告时提起台湾 指出若中国真的开打 势必要救出再台日本人民 台湾有事 日本撤侨也会有困难 对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也发布声明警告 日本执意将台湾问题视如己出 恐怕会对自己造成灾难性后果 而美国则表态要尊重台湾民主 继续和台湾合作 台湾总统重责大任 由谁接棒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台湾和中国彼此角力 美国支持的意愿偏向哪一方 恐怕在各自眼里都会有不同解读 金新闻综合报道 社会焦顶来看到再传出诈骗案件 但是主嫌竟然是宜兰外议间的受刑人 宜兰监狱表示 目前已经把相关的资料集结成册 交由地界署侦贷 在传诈骗案件 但这一回主嫌竟然是宜兰外议间的受刑人 被害人出面控诉说 前年在有人牵线下加入了韩国成一批发的投资行 却惨遭骗走了八百多万 他控诉诚信受刑人 竟然是用夹凶传递纸条的方式 取得对外联系 更勾结了外议间合作的食品厂员工 进行诈骗 那么宜兰监狱表示 他们目前已经把相关的资料集结成册 交由地检署侦贷 韩流行政全台不少人看准服事业大饼 近年来转型投资韩国成一 但没想到有民众却落入诈骗陷阱 而且诈骗主嫌 还是一名正在监所内服刑的受刑人 很疑问啊 你在里面你怎么办法有这些订单 他的回应是跟我讲说 他每个礼拜一都会有一个长官 跟他很好 然后可以通融他 让他去厕所打五分钟的电话 原来被害人去年十月 透过有人认识这名 声称从事韩国女装批发事业的受刑人 听信对方在狱中也能做生意 前后汇款数十次 事后却发现对方拖延回账 被骗金额大约八百多万 而且前犯相当狡猾 还会刻意制造假的出货名气 让被害人信以为真 离谱的是这大胆 芯片竟然是因为监所内外都有共犯 外一间配合工厂上班的时候 将纸条啊 或者是他想要传递的讯息 给工厂的员工 请工厂的员工帮忙传递 需要解宜兰外一间的陈信受刑人 三年前联合其他受刑人 共同组成诈骗集团 在勾结外一间合作厂商 宜兰东河食品厂的员工 帮忙传递纸条 给被害人收货款的讯息 有人充当人头户 有人当传声筒 就连员工亲属都参一卡 假冒成韩国上游厂商一起骗 主席经常利用外出工作时 偷偷夹带纸条 并且要求工厂员工 替他传递消息 外一间受刑人涉嫌诈骗 预防强调已经取消他的外一间资格 但被害人怒控外一间管理疏失 相关单位却以个案为由 不重视问题 到头来监狱无法遏止犯罪 反倒是让受刑人为所欲为 怎么会有人坏成这样子 继续来追踪外一间受刑人 在监所内诈骗的案子 干脆了解这一名成性受刑人 过去就涉犯了不少诈欺案 被判刑十一年定验 在一百零六年入监服刑 一百零九年就调到外一间 但是成性受刑人在监所内 他不是努力忙着未来或是能跟社会接轨 竟然是看上了外一间的管理漏洞 继续干请了诈骗老本行 在监所内远端指挥诈骗 后续角证处进入调查 强调未来会避免再发生个案 受刑人透过纸条夹凶 对外和被害人联系借此诈骗 仔细摊开这些被害人收到的纸条 嫌犯在上面特别标注 已经打过招呼能收信 还说在监所里面方便运作 竟轻轻松松就能远端操作指挥诈骗 遭被害人揭穿后还大言不惨 据了解年约四十岁的成性受刑人 过去就成假冒保险员诈骗 后来又改以投资服饰批发来吸津 诈骑钱克雷雷 招判刑十一年定验 一百零六年九月开始入肩服刑 一百零九年申请外衣兼获得领选后 也开启她的大姐投资录 晚如电影中的欲罢能受到特别照顾 成性受刑人在监所内继续干起诈骗老本行 离谱的是当时只要外衣兼放假 他就会拿诈骗所得到买货公司疯狂消费 一次最少都超过二十万元 因厂商工作环境不同 部分工作需要混合上班 没想到也因此成为外衣兼漏洞 合作厂商员工也成为诈骗帮凶 但业者紧急切割 不只监狱外出状况 监所内也疑似出现大漏洞 受刑人看准外衣兼只是检疫收生 因此有机可乘 对外传递纸条从事不法行为 整个的一个初步行政调查结果 并没有职员涉入 受刑人一定会加强考核来领选 避免再有这种情形在发生 贾政署强调单一个案 也不会改变与厂商合作模式 但外衣兼爆出的争议频传 后续相关单位恐怕不得不重视 选前倒数三天的紧张时刻 国防部发布的国家级警报 现在却成为了再也质疑 执政党借选的焦点 执政党急凝灭火 说对岸发射卫星排除政治企图 那这会对选战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呢 而面对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的极其直追 侯赵佩今天刊登集中选票的广告 这真的能够有效达到弃保 集中下架民进党的选票吗 请持续锁定2024选战论坛 催俩依赵佩 核桧 正应 继续